B-52最大的科技创新之一就是它的高度动力和航程 早期引擎使它的巡航急速可以达到时速965千米以上 这对任何轰炸机来说都是极快的速度 那使得它得以闪避某些战斗机又通过防线的机会 而B-52轰炸机的绝佳航程在空中加油发明之后更是变得无止境 另外B-52有着惊人的载弹量和飞行高度 它的8具引擎能在大约32吨炸弹完成飞行上万千米的任务 比奔中的B-36时速几乎快了400公里 它是航空驶船的巨大 其动力 航程和载重量使它成为出类拔萃的机构 服役之初它的任务就是在地球的同温层巡航 冷战时期它给美国人的是一种安全感 因为它的肚子里装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核弹 然而用来携带核弹的力量 并没有真正执行过核打击的任务 而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找到了战场 1965年3月美国开始实施计划已久的滚雷行动 向越南派出了大量舰支和轰炸机 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一时间阴云笼罩越南上空 1965年6月18号 27架B-52曾关导起飞 B-52轰炸机首次出现在越南北方 就让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地毯式轰炸 越过越南上空的B-52对目标区进行大面积盲目轰炸 像耕地一样把目标区的整个土地方个身 B-52战略轰炸机的这个载弹量达到27吨 27吨呢 那相当于一架小飞机的重量 那不是20几吨土豆 那是27吨扔下来可以要人命的炸弹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讲B-52这种轰炸 为什么叫地毯式的轰炸 它的炸弹扔下来 如果是全部弹药一次性的投放 随着这个飞机不断的往前飞 这个常规炸弹航弹扔下来的话 在地面上这个炸弹引起的这个冲击波 这个弹幕就像被整个地面被掀起来的一个地产一样掀过去 可以说所到之处应该说是寸草不生的 随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不断升级 轰炸目标从一开始的只针对军事目标 到后来的公路桥梁以及火车站 甚至连平民和村庄也不能信念 很多轰炸过的地方被依为平地 即使都有轰炸打出只是灰炸不知公路桥梁 这下来是最宾的准备 是这么想的 感谢观看